新興國際上的大事 這是印度的外郵尾尊三號探測去 十方成功降落在外郵南極的地方 印度現在是真正當最上頭一個 頂著外郵南極的國家 印度現在也是對五路斯、美國和中國後面 第四個成功頂上外郵的國家 印度科學家現在會通過外郵探測車 在外郵南極走出水管 也會沾對外郵表面的土肉和酒頭做分析 探測去成功降落後現場都是 婆媳、印度、外郵揮准車好 在臺灣時間至三晚上八點半左右 成功頂著外郵南極 只做首相第一的降落在外郵南極的國家 Sir, we have achieved soft landing on the moon India is on the moon 疫症、阿佛佛佛佛佛 7月14日在外郵揮准車 社會揮起發向成功 經過五月會行幾三順利頂入外郵 很多印度民眾透過地步 看頂為規定 在探測去 確定成功頂入後 大家精速激動、開心、慶祝 印度探測過羅斯米國家中 後第一次的成功中 探測去電路外郵的國家 探測分析電路外郵南極 和印度有機會探測外郵 頂受水邊的存在 外郵揮准三項成功前衛後 會幫助大輪探測車在外郵表面 做一個外郵天 像當十四地球天的第一間球 來找出外郵的水邊經濟 各地表面投稿根據進行化 和興奮的渾身 恭喜新聞等位 您本頁